伯父 伯父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你为什么还不放弃 我都跟你说了那么多了 我不但给了你们家 那么多的钱 我都给你跪下了 你还愿让我怎么样 对不起伯父 我真的很爱小雷哥 说废话 你跟我走 必须跟我走 伯父 走 伯父 你走不走 走 跟我走 伯父 你别这样 走 你走不走 你现在走不走 别这样 我不要跟我走 别 别这样 住手 你干什么 伯父 你没事吧 伯父 伯父 不可以 伯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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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我 不可以 这都你可以 伯父 伯父 你帮我 伯父 你帮我 伯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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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那么快回来了 姜律师呢 您又在交花呢 看我这花养得多好呀 怎么样啊 妈 玩得开心吗 挺好的 挺开心的 肖磊 李超 你干吗 我记得我跟你说过 不要再让明珠流泪 可是你的父亲对明珠做了什么 你知道吗 我亲眼看见他在明珠家门口 抓着他的头发 伤他耳朵 你知道吗 你说什么 怎么 你们相信 我看过明珠的简历 只能想象 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 你和他交往了十几年 你就是这么照顾他的吗 我说你承拨党废 不是 你刚才说我爸打了明珠 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 我说你是男人吗 喂 我趁你从明珠身边离开 不能越远越好 好 明珠 江律师呢 走了 您也是的 也不然上来喝点茶 我还想再看看 他那帅气的脸呢 明珠 这儿怎么破了 没事 真的没事吗 真没事 能有什么事啊 那个 进了一套树林子 所以才这样的 树林子 干吗去树林子呀 又不是以前了 现在都有车了 白天也可以去酒店吧 妈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别不好意思了 现在年轻人哪管那些呀 行了 行了 我要换衣服了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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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我走 隈尖 combat 干嘛 小弟 siis 把车子都跑得到 什么时候 你当过 aquel 小弟 去 你剩下一个 tell ch 我不跟着你闺女儿 我还真找不到你啊 你挺有心情啊 跑这儿看海来了 你知道我今天 找你干什么了呢 知道 但是 这不还有几天 才能发工资了吧 工资 你跟我们一群讨债的 说工资 那是不是你不发工资 就不给我们发工资啊 我看起来 放开 放开 叶大山 我告诉你啊 这上面有我的银行账户 还有电话号码 你最好赶快把钱给我打到上面 然后打电话告诉我 听到没有 下周是他们最后期限了 大哥 咱们大人走一趟 走得向他要点邮会吧 对啊 能能白来吗 听着了吗 我兄弟管你要邮会 要点利息钱 钱呢 大哥 大哥 来来来 多少钱 我来 叶大山 这算点利息钱啊 对 你最好在下周之前 赶紧把钱给我打到我账户上 你的时间不多了 走 爸 爸 你在这儿吧 爸 没事 没事的 别害怕啊 没事 来 来 江老板 好久不见哪 伯父 你走不走 走 跟我走 我不 你别这样 不 你 你走不走 你现在走不走 走 江老板 看来你过得不错呀 住这么大的房子啊 甭废话 找到我这儿来 有什么事吧 既然你这么快人快语 我也就有话直说了 你看看我现在这个样子 在这里 不你 我现在选择出了 不知道 你这儿你怎么会用 再找到过了 你一样 行啊 你去死吧 你死了关我屁事 行 你有种 那看来这个意思是 你不想给了是吧 那你要这样的话 我可以翻脸无情了 想当年是你指使我 向叶大山他们家逼债的 想当年是你逼着我 让他的妻儿离开滨海的 想当年是你指使我 把他们一家都关在仓库的 你是处处相避呀 你说我要是把你这些个 龌龊的事情 都给你抖了出去 你能获得什么好处啊 再说了 让你儿子知道了 他会怎么想啊 你要去哪儿 我去派出所 我坦白讲 行 我这还有几万块钱 你先拿去救救机 说实话我也是寄人篱下呀 寄人篱下 真的 好啊 那我就考虑不去派出所了 我找你儿子去聊聊怎么样 我让他看一看 这件事情该怎么办 对了 再让他跟那个叶大山 那个漂亮闺女他们两个 商量商量 行 行 钱我一定想办法 你先回去 我一定想办法 对喽 这才像好朋友说的话嘛 我等你消息啊 即便 特别是 我始终分之分之分 我自己不去 很好 你自己想办法 我就算了 他都回rio 他都回来了 儿子 爸爸告诉过你 不能再这么固执下去了 你越这么固执 明珠她越痛苦 还有 我好像听说 她在跟别人谈恋爱 你干吗你 你还在跟我演戏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要指使人 谁向明珠家逼债 为什么要逼他们 离开滨海市 为什么他们到黄龙山之后 你还要把他们 关在仓库里 为什么 回答我呀 明珠当时还是个小孩子 她得罪你了吧 你为什么表面上 帮他们家还债 为你去做这么卑鄙的事情 你好歹跟明珠的爸爸 还算是朋友吧 人家是为了 偷奔你才来的滨海 爸爸才去世多久 你竟然做这样的事情 你说这都是你做的吧 对 都是我做的 我为谁做的 我为了你才这么做的 儿子 你为我什么 上学的时候你就追他 我为了让他永远见不到你 我才这么做的 撒谎 撒谎 明珠那时候才十三岁 我们还都是孩子啊爸 我们知道什么呀 儿子我是为了你的将来 如果现在让我选择 我还会这么做呢 还有 要么 你和明珠一刀两断赶紧分手 要么 你就把你爸爸告到法庭上去 啊 你太可怕了 你确定太可怕了 你让我觉得恐惧 你让我觉得无敌自如 好 你拿着行李先要去哪儿 你自己多保重 下令 明珠 我们见一面吧 妈 我出去一下 那马上去哪儿啊 小蕾来了 姐 让他家里坐呀 干嘛要去哪儿啊 姐干嘛不理我呀 你跟着去看看 为什么 她跟江蕾好像有什么事 让我去干嘛呀 她跟着说 她是个人最大适合的 真的吗 她怎么很正式 她是个人 你是个人 抢了你 你为什么要离家出走 你还要问我为什么 你不知道为什么吗 你不知道为什么吗 明珠 我什么都知道了 我碰到李超了 他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了我 明珠 我要和我爸断绝父子关系 你在说什么 你不要说傻话好不好 什么叫你要跟你的爸爸断绝父子关系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不然要怎样 还要这么继续下去吗 让他每天拽你的头发 打你的嘴巴子吗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这些我都可以忍受的 我相信过一段时间 伯父就会接受我的 但是在这之前 我们就是要忍住 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都要坚持下去 我忍不住了 我坚持不下去了 你怎么了 再这么下去 我不知道我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明珠你不明白 我爸现在不正常 他是个疯子 我没办法继续再跟他生活下去 你说的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 我亲耳听见的 他说不仅拽了头发 还伤了耳光呢 什么 不对 这种结果我早就想到了 咱们换位想想啊 妈 假如您的儿子我是个大律师 突然有一天 我给你带回来一姑娘 明珠那样的 明珠那样的 您怎么想 甭说头发了 您都能给人生吃了 你闭嘴吧 不要再说了 我离家出走了 明珠 我们一起离家出走好不好 我们找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 结婚 好好过日子 好吗 你怎么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我们要离家出走 这根本就不可能 你不是也知道吗 我的家人非常需要我 你的家人 你的家人不是你的亲人 你不知道吗 你说什么 你的妈妈不是你的亲妈妈呀 你不是知道的吗 有几个女人能叫我这样做的 能包容自己的老公 和别人的野女人 养着她的野丫头啊 爸爸 我都已经知道了 她不是我妈妈 所以我对她一直特别好 我就是能希望她对我也特别好 明珠 不要听别人说什么 就算老天塌下来了 你也是爸爸的女儿 妈妈的女儿 爸爸 对不起 明珠 你怎么可以说出这种话呢 什么叫我的家人不是我的家人 我的妈妈不是我的亲妈妈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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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说错话了 对不起 我的意思是说 我可以为了你为了我们 抛下我父亲 你为什么就不可以呢 我没有要让你抛弃你的父亲 但是你今天是怎么了 为什么那么冲动 还离家出走 你这是想干什么 我受不了了 明珠 我 我没办法跟你说太多 我只是想 我们能不能换一个环境 如果你不能够抛下他们 好 但让他们一起 我们一起走 一起离开这个地方 以后他们所有的生活 我来负责 我来承担好不好 你在想什么 怎么可能换一个环境呢 我在家人凭什么要你负责 这根本就不可能 你想让我变得多么气惨 你想让我变得多么不堪 你有没有考虑过我 你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他们考虑 你有没有想过我 我受不了了 我没办法再这样忍下去 那你还是抛弃我吧 你是有什么 虽然我很爱你 但是并不是这种方式 你是你父亲的全部 而且对我来说 我的家人也是最重要的 比我还重要吗 希望你不要这样去比较 这不是一回事 别闹脾气了好吗 赶紧回家 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都会等你的 咱们两个不要在这里 无谓地争吵 有时间的话 就会去跟你的父亲好好沟通 如果说你真的要离家出走 事情变成那样的话 那我就是一个罪人 破坏你们父子感情的罪人 那时候我自己都不会原谅自己的 我不希望看到那样 那就是这样的事 你还是要给你的孩子 那是因为我来说 我真的想到你了 你还是要认识的 你还是要认识的 好 好 林多 浩宇叔叔 你回来了 你 还叫我浩宇叔叔呢 叔 林多 跟我进去 怎么了 我有话跟你说 怎么了妈 到底发生什么事 什么怎么了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实话 什么实话呀 江里的爸爸 他是不是打你了 明珠 你被江里的爸爸打了 不是的叔叔 没有 什么没有啊 金珠他全听见了 妈我都说了 你不要再装了好不好 江里的爸爸找过我要给我钱 让你跟江里分手 不行 不能就那么算了 找他去 走 走啊 放我 妈我求求你不要这样行不行 行啊 好啊 我不去找他 但是你必须和江里分手 我绝对不可以允许你嫁到那种家庭 受那样罪的 妈我求求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我现在已经很累了 我真的很累 我爱他 我真的非常爱他 明珠啊 明珠 明珠 爸 你怎么能这样呢 明珠他们家不是咱们家的朋友吗 明珠他们家的事跟你有关系吗 爸 你给我听清楚了儿子 啊 从今往后 明珠他们家的人 你谁也不要去见 儿子 听爸爸的 你有你自己的路要走 你有你自己的生活要过 那 那你还能让我装作不认识明珠啊 那你还想干嘛呀 你还要为他们做什么 怎么着 你同情人家 给人家买一套房子得住人家 听办法的话 从今往后 不要再去见那个明珠了 不 我做不到 做不到也得做到 从今往后一切 都得按爸爸说的去做 你的背影 消失在天际 你的声音 却扔在耳边 闭上早已 模糊的双眼 你的脸 却渐渐清晰 海风吹散 你的温度 你的温度 倒声回到 扰乱了思绪 回忆如愁 水将我淹没 我的心 却不再彷徨 为你思念 风吹散 风吹散 浪花 却走了一切烦恼 忧愁 你的笑容 较量我的思念 跟随着你 你去了哪里 我什么不留下 一丝音许 当流星划过夜空 我依然会在原地 为你等候 为你等候 我依然会在原地 为你等候 这李老头存心的是吧 我认为您不必太过费心 那只不过是一家电气设备厂 研究不出核心技术 也就是为了赚点研究钱 这老头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收购啊 那块地 我是绝对不会让的 你就别打这个头 老爷子 那既然我已经说了 那这块地我就一定要拿到手 这么说 你是要跟我斗下去 夏静 在我们没有彼此伤和气之前 你最好取消这个念头 老爷子 这猎物已经到手了 你说就让我们啊 就那么让出去的话 我多没面子 这样子好了 这价格上 我不会亏待你 你就让给我 老爷子 真的 这岁月不饶人哪 你年纪都那么大了 咱们还打什么仗来 不是 这真要打起仗来的 你打得赢啊 你能打吗 叶明珠 叶明珠 因为是外勤就可以没有时间观念吗 公司是娱乐场吗 你的工作能力记忆力是不是都有问题啊 我交给你的工作呢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交给我 小赵 小赵 我吩咐你做的事情做完了吗 怎么 没有啊 不是 我说小赵 你是工作能力有问题呢 还是记忆力有问题啊 这多长时间过去了 那你告诉我 我安排你的任务 你什么时候可以完成 说话 说话 赵特助 你放心 你交给我的那些英语任务 明天我会交给你的 请你 你听见了 你的任务他明天可以完成 那我的任务呢 什么时候 李经理 夏经理 我有事想跟你聊一下 麻烦你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趟 好啊 我一会儿就过去 走 小赵啊 来来来 有句话呢 叫做 己所不遇 勿失于人 明白吗 不错 你说什么 空电节能设备按过去的方案座 我觉得这是最佳的方案了 不是 不是 我说你们父子俩还真是把我搞糊涂了 这夏董事长呢 让我按照最新的设计方案座 而你呢 却让我按照过去的方案座 那我应该听谁的呀 因为我们公司现在的技术和资金 都不能完全开发这个项目 所以让我听你的 可是你为什么要跟你的父亲唱反调啊 你可能有所不知 其实我们现在公司内部呢 有一些复杂的事情 我爸估计也没好意思告诉你 所以说 李超 不对 机灵鬼 我们从小不是好朋友吗 所以你 不要叫我绰号 这里是职场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就是让我听儿子的 不听夏董事长的 行 我知道了 没有 没有 也不是那个意思了 行 不聊这个了 这样吧 找时间我们好好聚一下 喝顿酒杯 好久没去小友情了 对吧 酒就免了 晓晓 我倒是希望你以后 不要无故地去捉弄别人 你应该知道我在说谁 行 那我先走了 记着交话啊 长得快 不 你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你说呢 你能闯到我们家去 我凭什么就不能来啊 我问你 凭什么打我女儿啊 不是 你就应该听我的警告 就不应该到这儿来 是 我要好好地听你警告啊 我要好好地向你学习 怎么打人哪 你是怎么打我女儿的 不是 你是吗 你怎么干什么 你 你怎么打我女儿的 不是 你怎么干什么 不是 你这个疯女儿 你这是太无理了 你这个 不是疯了 我女儿被打了我还能不疯吗 你儿子是宝贝 我女儿就不是宝贝了吗 你太无理了 你这太 你才无理呢 我告诉你 那我听说过 婆婆为男儿媳妇呢 这公共打儿媳妇 我还是偷一次听说呢 也就是缺带人才做得出来 你 你这是无理的婆妇 你给我滚 不可以 你远远都这儿来呢 我告诉你啊 我女儿一定能会找到一个 家境好堂堂爱她的男人的 你们后悔去吧你们 你 你 你怎么干你 你想干什么 我 你好了 我跟你说啊 敢再动我女儿一直逗逗惯了 我 决定了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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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泼泼啊 你这 太泼了 这 太太 三泼啊 对 是 往那后院忙 好 民主妈 怎么了 妈 你能过来一下吗 有事吗 你先来找姜哲斌的 你既然来了 就进去坐坐吧 喝杯茶 我不喜欢喝茶 我有话跟你说 请慢 真的不好意思啊 上次是我太无礼了 过去就过去了 我听说 江志斌反对 明珠和小蕾的婚事 你就是为这事来的吧 你知道这事啊 是啊 我赞成两个孩子的婚事 小蕾呢 是我看着她长大的 小时候啊 她和我们婷婷一样 我来说 你已经不来拿来 这事来说 你怎么能吃 很容易 你什么人 我看着很大 我看着你 我认识 你怎么能吃 你不行 你怎么吃 你为什么 你怎么吃 你怎么吃 这一年就到了海里 如果我的孩子长大了 他就和小蕾差不多大 这样 因为明珠和婷婷 有着同样的烫伤痕气 还有着同样太阳花的毛衣 所以我就误会了 婷婷已经走了很多年了 我总觉得她还活着 明天她都在我的眼前出现 江志斌的事情 你不用担心 我会找她谈的 她会尊重我的意见的 小蕾就像我的亲儿子一样 如果明珠嫁过来以后 我会像亲生女儿一样地对待她的 您说什么呢 我们这普通老百姓哪敢高攀奇 董事长和董事长太太呀 再说了 咱们两家的女儿 也不可能相提并论啊 我有事 我先走了 对了 太太 我劝您呀 别胡思乱想了 小心伤了身体 好好好 你坐下来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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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赞 订阅 好 关于彭塔集团抽逃资金一事呢 要继续调查下去 一旦有充足的证据 正式起诉 好 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 所长怎么说 我就怎么做 我们的代理公司呢 也是有充分的把握 在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 好 进来 大城建设的案子都已经完成了 好 行了 你去忙吧 小张刚才你们谈案子的 没有 下班了 行了 你也下班吧 好 那我先走了 太刺激了 太刺激了 那我说妈 你买这么多洋葱干吗呀 熏死了 这切这洋葱就得带那个 有远远远远劲 你看你现在哭得跟冤婦似的 你不也一样吗 忙着呢 帮吧 剥这个洋葱 我都熏死我了 快帮个忙 来来 弄一个 我一大男人干这个 不合适 你们好 都在了 我 我看那个门没关 我就自己进来了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妹夫啊 什么破妹夫啊 你来干吗呀 你爸爸把我女儿打了 你还有脸来啊 我告诉你啊 你别以为当律师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不会找女儿嫁给你的 拿出去 走人 妈妈妈妈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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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别 我来 我来 冷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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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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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你干吗 我快起来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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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情 我爱情 缘分它输给了命运渐渐远去 来不及说爱你 来不及拥抱你 来不及擦去泪水 来不及说声想念你 来不及说一句珍重 来不及有你在怀中 来不及说一句祝福 说再回 来不及说爱你 来不及拥抱你 来不及擦去泪水 来不及说爱你